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刚刚结束了对美国的五天访问回到日本 安倍目前正在向日本说明 他这一次与美国总统川普长达两天的接触 还有频繁会谈的成果 那么日本各界的反应到底如何呢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 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 戈兰你好 宇伟你好 是 戈兰我们知道 这个安倍总理他在星期一晚上一回到日本 立刻上了NHK的电视台 上电视直播节目来谈谈他此行的成果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特别是他与川普总统共度周末 他认为达到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好的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安倍昨天晚上一到了日本以后 就在几个电视台上赶场 今天又在日本国会 有一些关于具体的说明 那么他说的就是说 因为他们在度假的期间 发生了这个朝鲜试射单狗导弹 所以他们谈了很多的朝鲜问题 他认为川普政权会比奥巴马政权 对朝鲜会更强硬的政策 另外他也说了他们谈到了很多中国的问题 他向川普说明了就是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他告诉川普说 如何应对中国是本世纪最大的课题 然后他就还谈到就是说 这个什么驻日美军这种方面 他说川普始终都没有提出这个 这个日本要求日本增加军费这样的问题 另外就是主要就是说到这个 日本的这个经贸的和美国的经贸的纠纷的问题 他说他向川普说明 应该把这些问题交给具体的部长去谈判和对话 那么川普也没有反对 所以他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情让他觉得松了一口气 他觉得这个是这次访美的成果 相当的他们的接触相当的愉快 他的访美也相当的成功 是 哥兰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跟我们谈谈安倍首相他在访美前夕 我们知道日本各界其实对美日同盟关系 表现了很多的担忧 那么现在在经过安倍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之后 日本各界的担忧是不是有所减轻了呢 一分钟时间 是有所减轻了 很明显是有所减轻了 但是就是说 现在仍然日本觉得 在现在日美首脑在这个蜜月的关系之下 日本仍然还是担心 就是川普政权可能会导向中国 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 那么同时呢 也就是觉得就是日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呢 还没有具体进入谈判的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呢 仍然还存在一些不安定的 不透明的因素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格兰 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反应和报道 那么上